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身会影响你的社会地位 自然也会影响你的职业发展 富却是干部 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的主人 最可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 各种企业和单位领导的孩子 100个 有7个能接着当领导 而工人和农民的孩子 能在企事业单位当领导的比例连1%都达不到 人生资本论给大家普及两个概念 父母过得好 你就能过得好 这就叫社会分层 不论你的父母过得好不好 对你自己的前途没有一点影响 这叫社会流动 单看统计数字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强 而且向上流动的趋势要强于向下流动的趋势 也就是说 大面上看 孩子们都比父母更有出息 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 但是 向上流动性增强的最主要原因 是农民阶层子不成副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100个农民家庭的孩子 只有47个还留在老家务农 而在改革开放之前 100个农民家的孩子 有80个还是农民 所以 虽然按趋势看的确是向上流动 但大多数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并没有成为中产 甚至没有成为白领 而是成了工人 同时 中产阶层的代际继承性大大增强 前面说了 如果你爸是中产 你成为中产的可能性是40% 在改革开放以前 这个数字是25% 从收入来看 趋势更明显 在给低收入群体带来机会的同时 并没有剥夺高收入群体原本的优势 甚至还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 所以 各种二代越来越多 想知道怎样才能突破原生家庭的限制走进更高阶层 快来关注人生资本论吧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人生资本论吧